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媒體朋友 在 11 月 24 日的選舉中 本黨交出了一張令人失望的成績單 身為黨主席 我應該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在這裡 我要向全體民主進步黨的黨員 跟支持者表達歉意 同時 我也要恭喜獲得勝利的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贏了民主 國民黨也贏了民主 在這裡 我要向新黨選的所有縣市新首長 致上最大的祝福 敗選時黨主席 這是民進黨的傳統 但我個人持續主席 只是整個敗選檢討的起點 接下來整個執政團隊 包括總統府 行政院 黨部 都必須虛心接受人民的鞭策 在政策上跟用人上 認真檢討 勇於改變 當然 我說過 最該改變的人就是我 今天中午 我已經把這幾天來完整的反省 透過臉書的方式向我們全體的黨員來說明 在這裡 我就不再重複 我只簡單地講幾點 第一 改革的方向沒有錯 但在這個過程中 卻累積了人民對執政者的不滿 這些不滿 確實影響了我們選舉的表現 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深刻地反省 第二 在決策上 為了降低社會的衝突 在很多分歧性的議題上 我選擇了沉默或者是模糊 而沒有站在第一線上 來引導這個社會共同面對問題 我的做法不但沒有平息爭議 反而讓這個社會 在這些議題上更加地對立 這些挫敗跟認真錯誤 作為執政團隊的領導者 我要負起責任 也一定會深切地反省 政治其實就是要給答案 這一點 我們以後一定會如所調整 民進黨的新主席是選舉產生 不是高層指定的 整個選舉的過程 將是整個黨的意志凝聚的過程 未來 我也能夠期待我們的黨 能夠有更獨立的意志 能夠更貼近人民的感受 做行政團隊的振勇 也能夠更與社會團體互動跟溝通 我已經卸下黨主席的職位 我也不應該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 各位同志 民進黨人應該要大鳴大放 但是請大家不要相互指責 所有的責任我全部存擔 同志之間不必相互為難 民進黨過去也曾經失敗過 但是每一次我們都透過反省再站起來 我會做一個很不一樣的總統 執政團隊也會虛心檢討 勇於改變 臺灣人民會疼惜民進黨 會再給民進黨機會 謝謝 謝謝大家